那个我遇到渣男了 一个男的追了我三个月 突然不追了 现在我发现他有女朋友了 我虽然不喜欢他 但是也是感觉很难受 我该怎么办啊 怎么办 你不喜欢人家 你难受个垂直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啥也没付出 你白白享受别人对你好了三个月 现在你到成受害者了 你照你这样讲 是这个意思吗 你太自私了嘛 你这个不是典型的见不得人好吗 你又不喜欢人家 难道你要别人一直追你吗 追你一辈子 一直为你付出不求回报 最后等你找到心仪的对象了 等你结婚了 你再送给人家一张好人牌 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难听点 你就单纯的享受别人对你的好 现在人家不追了 人家及时止损了 你还不愿意了 你还说别人渣男 你还说是你受伤了 是你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你啥也没付出 你就坐在这享受 别人不给你了 你还骂别人 真的我这辈子见过最可笑的事情 真的就摸过一次 有些人他不喜欢你 他还吊着你 他不仅吊着你 他还不放过你 他不仅不放过你 他还不允许你放弃 可笑 他还不让你再帮我 他还不放弃